英国首建办公室28号称 英国国家已经破产且支离破碎 在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的选举当中 执政的保守党落败 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是时隔14年之后 工党再次成为执政党 工党新政府成立之后 新任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·里夫斯 要求对公共资金需求进行全面的评估 并定于今天在英国议会 公布相关的评估结果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工党方面称评估结果将显示 有约200亿英镑的公共财政缺口 雷切尔·里夫斯28号称 上届政府因为做出了一系列 没有资金支持的承诺 大幅超支了英国今年的财政预算数量 英国保守党方面则称 工党的相关说法只是为了 其实施加税政策所找的借口